老板 退下水果 咋的了 抢不着票了 过年就回不去了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现在买票多朋友呢 我们帮你抢 周伦 咋没有网了 什么叫网费 好像是吧 要不算了吧 等着啊 我先去车站排队给你们买 跟我电话啊 别藏了 说说吧 我 其实我 车票早就买了 结果还让他娘打电话说 孩子学费不够 可是我今天挣的钱 都给寄回去了 我合计了一下 把车票退了 把买的这点水果退了 正好补上 所以 那这根水果 你怎么回来了 人太多了 根本就排不上 但是我在路上 看到一个女的领导 一个小孩 说来找她老公 让我给她带个路 妈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你回不去 我们就过来了 回家 马上回家 回家 那个不嫌弃的话 咱们一起吃个饭呗 咱们看好话 没啥老的 不是多个人 这么小可爱的 我去买菜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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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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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老板 这水果不要了 你这刚买的咋 不要了呢 本来打算过年 买给家里人的 刚接到空知 过年要加班 年 话说过不少 哎 过得成过得成 还怕我们 我怕三十的祝福太多 我怕初一的鞭炮太响 所以选择现在为你送上新春的祝福 愣干啥吃啊 光北方不吃这个啊 吃饺子 咋呀 够年味的吧 不是 你这啥意思啊 压岁钱呢 过年能少个压岁钱吧 啥钱 你看我这压岁钱不 我大人家还有压岁 当北方成家之前都知道说压岁钱 你饮过歌了吗 差不多 要是能有点胖上就好了 当北方门口不叫胖上 都不叫过年 我说你妈呀 顾客就是上帝 靠我来 海外 看来吧 不行 就真的 咕咕咕咕咕咕咚 哀哗哑铠哒哗 哀哉哗哑喔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